哈喽大家好我是豆姐 上一期呢咱们测试过海神花 那这一期啊咱们来说说 期待了一年的暗夜孤 这是它一级时的数据 300阳光冷却时间5秒钟伤害30点 摘和家族的植物会对僵尸造成毒伤 它也有专门的出场动画 还有特定的出场音效 再来看一下它的技能 在普攻时 它只打自己本行的僵尸 而且工具是自身前方四格 当僵尸走入它的攻击方面内 它会发射有毒的小星星来攻击僵尸 给僵尸带来毒伤 那这个并不像毒液豌豆那样 是单体伤害 它是群伤相当于是有穿透的效果 只要僵尸在它的攻击方面内 都会造成毒伤 它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会进入隐身模式 比如僵尸走到它面前的时候 它会全止攻击 然后进入隐身模式 那这个技能呢 会让它躲避掉大部分僵尸的进攻 那么问题来了 是所有僵尸都不会对它造成伤害吗 一会儿咱们再来测试 先来看一下它的大招 它的大招也是有范围的 还是自身前方四格 但是宽度变大了 自己本行和上下相利两行都可以打得到 而且它大招对僵尸 还有一个击退的效果 上一期咱们测试的海神花 它的大招也能击退僵尸 接下来咱们测试一下 音乐状态下的 伦花大姐能否碾压掉它 认为可以的 扣个666 认为不行的 扣个1 哎 暗夜姑直接进入了隐形状态 伦花大姐直接从它身上走过去 并没有对它造成伤害 那火把和喷火僵尸呢 这俩都是可以秒杀植物的 而且工具还比较远 像喷火僵尸 可以烧掉前方两格的植物 哎 我把僵尸直接走过去了 那喷火僵尸呢 这都走到跟前了 我还没吐出来 这是完全无事啊 来个厉害点的 你们说 小丑反弹的豌豆弹 能不能把它搞定 啊 这都没行 暗夜姑也没在隐藏状态呀 这都没打着 直接穿过去了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这个暗夜姑 它就是没有实体的 就是像幽灵辣椒那样 幽灵的存在 那小烟舞会不会叼它呢 这完全没有要触动的意思呀 咱在暗夜姑后边 放个植物 哎 你看看 这小烟舞就过 还有这操作 烟舞从它头上飞过 它竟然变成了隐藏状态 烟舞也不想 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 还有什么植物能够有机会秒杀它 大家来帮诺姐想一想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到时候咱们再做一期测试 接下来就打个观察来实战一下 看看暗夜姑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它的冷却时间只有五秒钟 比较短 所以也不用带变身茄子了 反而是它的阳光比较贵啊 三百阳光 所以呢 豆姐这次带的是双包向日葵 正常来说 它的工具比较短 然后阳光又比较贵 应该算是一个不足性的植物 配合其他植物来用 但是这里咱们主要展示它的技能 就不配其他植物了 主要看它 观察里呢 我放了工程车 诶你们说 它扔的罐子 能不能秒杀掉暗夜姑呢 那除了工程车 还有冲浪板呀 僵尸服务台呀 滚筒僵尸 活地址哦 还有全明星 等等这些 可以秒杀植物的当时啊 到时候就看 谁有实力能够拿下暗夜姑 诶对了 还有渔夫 你们说渔夫会钓它吗 再上暗夜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